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这台速控木工车长的操作方法 现在我们先把一条木料放在这个送料架上面 移动这个J轴 这个左右是J轴代表长度 移动它 两个同时按时快速 把它移动到这边来 然后把按冷却 按冷却这个按键 把送料架的油压电机把它打开 冷却是开启油压电机的油棒 然后按这个卡牌 按卡牌 卡牌 把送料架送上来 把送料之后 然后我们把料拿掉 把顶针 把这个尾座的顶针先把它放出来 按一下这个顶针 按这个顶针 顶针就出来了 然后来比一下这个材料的长度 比一下这个材料长度 这边材料端面顶住这个主轴顶针的端面 这边顶住它 那说明呢 说明这个顶针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超过木头的边缘 说明它是可以顶住它的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顶针 这个尾座的螺丝把它锁紧 把螺丝锁紧 这个尾座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不同长档的材料 要移动这个尾座来控制它的距离 现在我们车的材料是这么长的 就可以顶住这个材料了 撕好这个尾座之后呢 还是同样的 办法把这个 按这个顶针 把这个尾座的顶针把它退回去 把这个尾座的顶针把它退回去 把材料放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要把这个材料的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 要对整 对整我们这个顶针的中心点 要对整它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中心点要对整 对整那个中心 现在我们来调这个送料加的中心点 到这边调一下 这些螺丝都可以移动的啊 把中心点对好了 可以调节这里 上下可以调节啊 调节 啊 中心点把它对好 这边也可以调节啦 这边也可以调节啦 啊 调好之后 把螺丝锁紧 调节铁紧 好,那我们这个上料架的中心点就已经调好了 调好中心点之后呢 把材料取掉 一样到底 按卡盘 按卡盘把上料架放下去 好,我们现在来调一下这个储料架 这个放材料的地方 调一下这个储料架 现在我们有一条材料放在这里 把其他的材料放进去 那这个材料放下去 左右给它留个10毫米的间隙 左右留个10毫米间隙 让它能这样掉下去 锁死螺丝 然后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第一条材料 第一条材料这里要留一点点 留10毫米的间隙 啊,留10毫米的间隙 让它这个材料掉下去的时候可以 让这个材料掉下去的时候可以 让这个材料掉下去的时候可以 自由地掉在那个支撑点的地方 啊,这个地方要留 留一点间隙啊,留一点间隙 要留一点间隙 先把这个材料能自然自由掉下去 然后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条,这是第一条材料 啊,这是第二条材料 对吧 第二条材料的上面 上面这个料架的这条脚铁啊 要移动 这个最前端 要超过这个第二条材料的三分之二 啊,三分之二 以上把它锁死 然后上下 上下给它留一点点间隙 上下留一点间隙啊 留一点间隙 让它能掉下去 啊,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啊 这条,这条脚铁 上面的这条脚铁 超过第二条材料的三分之二 但是又不能超过第二条材料 啊,超过第二条材料 送一条料上去的时候 会顶到这条脚铁 啊,这个储料架就这样调的啊 好 那么这个储料架就已经调好了 调好之后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这个送料 送料的 不知道它 看看它顺不顺畅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 刀架把它移动过去 左右是移动刀架啊 移动开来 注意这个材料送上来 啊,这个材料不要顶住它啦 不会顶住这个中心架啊 那我们 按一下冷却把那个送料架打开 啊,卡盘把料送上来 啊,对,送上来啦 把料拿掉,拿走 拿走 拿走 拿走之后,跟着放进去 好 我们来,对一下这个舒服射程的刀啊 对刀 首先我们先送一条材料上来 先按冷却 再按卡盘,送一条卡盘上来 啊,然后再按顶针 把材料顶住 啊,再按卡盘,把送料架放下去 好,现在才是平紧的状态啊 平紧了 因为我们车,车是用T0101第一把刀来车的 首先我们要确认刀号 先把刀换成T0101 现在是0303这把刀啊 我们换刀,这个是换刀 换成T0101 然后我们主刀正转 把材料转起来,主刀正转啊 然后我们用手轮来对刀 这个手轮 要用手轮的话 我们先要去按一下手轮键 按下手轮 屏幕这在一闪一闪的坐标啊 X代表大小 Y代表打摩人的高低 J代表长度 我们对第一把刀的时候 只需要对X跟J就可以了啊 我们现在 对手轮来控制它移动 手轮控制它移动 在我们这个原材料上面 先车一段 先车一段小元素 车一个机车啊 注意这个时候不能退刀啊 刀还是接着木头来不能退刀 按主头停止 把主头停下来 用卡尺 用卡尺来测量一下我们刚刚车的地方啊 现在的刀是还是挨着木头的 刀是挨着木头的啊 没有离开木头 注意这个很重要啊 来测量一下 来测量一下刚刚缺销的地方的大小啊 我们测量到的大小是57.2 好57.2 那我们现在按对刀 对刀 我们现在对的是大小是X轴 X轴输入一个X 啊 刚刚测量到是57.2 57.2 啊 测量多少就输入多少啊 确认啊 那我们X的刀就已经对好了 大小已经对好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退刀了 把刀退出来 往后面退 往后面退啊 电关车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啊 把刀 移到主轴这一边来 移到主轴这边来 同样是用手轮 手轮 我们现在来对长度 我们车只需要对X跟Z就可以了 对长度的基准是 你刀尖 刀尖这里碰着木头的边缘 对着木头的边缘啊 刀尖啊 刀尖对木头的边缘就是 长度的零点来的 啊 就是Z脸 可以摇进去看一下啊 刀尖对着木头的边缘 零点 Z脸 同样我们按对刀 按对刀 现在对的是Z轴 长度 Z Z 输入一个零 零 零 确认啊 那我们这一轴的刀也已经对好了 这是第一把刀 退到250的地方 250的地方啊 250 先第一把刀要 对好刀要退到250 再换刀号 换成T0202 换成T0202 我们来对第二把刀 为什么要退到250的第一把刀呢 因为我们这里个 这里的结构是 打磨结构是有个气缸在这里 要把它伸出去 啊 气缸伸出去才能 这个轮子才能对着木头的中心 啊 我们现在把气缸放出去 把气缸放出去 啊 这个是气缸 一个弦鸟啊 先把气缸放出去 啊 开始 好 气缸推出去了 气缸推出去之后 这个打磨人 就对着木头的中心了啊 那我们先对长度 对长度 对J 第二把刀的J 第二把刀的J呢 是以这个打磨人的中心 啊 中心 因为我们打磨人有50块嘛 以中心 这个中心呢 对着木头的边缘 啊 中心对木头的边缘为 为零点啊 眼睛看就好了啊 同样我们是按对刀 现在对的是长度 我们输入J J 走啊 J 输入一个零 确认 那我们长 打磨人的长度也已经对好了 现在我们来 对这个打磨人的高低 对打磨人的高低 首先我们把这个用手动 把这个 中拖板把它移动到 刚刚我们切削的那一个部 部位去啊 我们刚刚切削的这个部位 刚刚我们已经切过这个地方的啊 刚刚切削的这个地方 我们 打磨是用反转的 先启动主轴反转啊 主轴反转啊 反转 反转 好 木头已经闲转起来了 好 刚刚气缸已经放出去了 气缸已经放出去了 我们现在把打磨人也开启 那打磨人也闲转起来 这个是打磨人 打磨电机闲转啊 闲钮打开 把打磨电机闲转 用手能 用手能 歪走 切换到歪走啊 把打磨人摇下来 磨下我们刚刚切削的那个地方 我们刚刚切削的那个地方 我们刚刚切削的那个地方 好 把它磨下 看到有灰尘出来 作品就已经磨好了啊 看到有灰尘出来了 就已经磨到了 稍微磨重一点啊 因为我们这个打磨人是软性的 磨到之后 我们同样是按对刀 因为我们刚刚测量到 刚刚那个地方是57.2 57.2 我们刚刚测量过了 用它做机转 我们现在对的是歪走 歪 刚刚测量过是57.2 也输入到57.2 那歪轴也已经做好了 打磨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对歪轴跟这一轴 两个轴就可以了啊 把最好之后 把打磨人 升高 退回去 它在坐标 推到200多的地方就ok了啊 好 把所有的东西关闭 主轴停止 啊 打磨人停止 打磨器刚退回来 打磨器刚一定要退回来 记住啊 那我们所有的刀具已经对了 通过U盘 把它转入到系统啊 这是U盘 啊 这里有个U盘插口啊 有一个U盘插口 插在这里 首先 这边 这有个程序的按键 按下程序啊 下面有指示 这下面有指示啊 B B 是打开U盘 我们先按B 打开U盘 找到我们要加工的程序啊 我们现在是加工 那个材料是加工这个 参与角啊 加工这个程序啊 加工这个程序啊 找到它 黄色光标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想要加工的程序啊 下面有指示啊 光标指到这里 Q是烤录系统 我们先把程序 烤到系统里面去 从U盘里面 烤到系统里面 再按Q 啊 需要改名字 不需要改名字 就确认 确认 啊 那我们要加工的程序 已经烤到系统里面来了 对吧 烤到系统里面之后呢 我们我们要执行程序啊 下面一样也是有指示的 C是执行程序啊 按C 执行程序 那当前的程序是 参与角 我们要执行的程序啊 就是我们要加工的程序 这就是把程序烤进去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现在木头是已经 顶在这个主头上了 我们人工已经把木头顶上来 因为刚刚第一条料 我们要对刀嘛 所以我们人工把木头顶上来了 正常情况下 程序的话呢 它是会自动送料 啊 自动顶 自动装夹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 木头已经顶上来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步骤把它跳过 好 我们先打开程序 我看一下程序啊 程序 程序的N代表程序的行数 啊 一共有168行 N123456789 这是多长 多少 那我们 木头已经装架好了 程序 M08 就是打开油压站 M11 就是 送料价上栏 M79 就是 尾座的顶针顶住材料 M10 就是送料价下去 M03 就是 主头正转 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材料已经装架好了 送料价已经下去了 只有M03 还没有开始执行 只有M03 还没有开始执行 那我们直接从M03 这一段开始执行 我们记住它的行数 N11行 N11 第11行 记住就可以了 按返回 返回到主界面 主界面啊 首先我们现在要自动加工呢 按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 输入我们要加 跳到哪一行加工的程序 N11 我们要从第11行开始加工啊 黄色指标已经指到M03 这里来了 只有第一条料要这样搞 或者说你不想用这种方法的话 你可以把材料取掉 直接按启动就可以了啊 现在我们已经跳动到这里了 按自动启动 按自动启动 它就可以开始加工了 按自动启动啊 自动启动 它就开始加工 好 我们启动 OK 嗯 它是自动连续循环的加工的 自动连续循环加工 这是我们刚刚加工的那个产品 如果说打磨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通过刀补来解决 但是这条打磨的效果已经非常漂亮了 如果说我们由于打磨人对刀的时候 对的高低不够深 打的深度不够好的话 表面的光洁度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通过刀补来解决 这里有个刀补 有个刀补 这里有个刀补 刀补 刀补 我们按下刀补 我们是用第二把刀来打磨的 02这把刀 如果说打比方打磨的深度不够 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刀补把那个打磨能降低一点 自动降低 我们是用歪来打磨的 歪轴 用歪轴来打磨 我们按下歪 按下歪 我们补多少 一次补个几个毫米 补8个毫米 -8 它会自动降8个毫米下来 就是打深一点 打深一点 它就刀补 补8个毫米下来 车 车销那里也可以刀补 车我们是用第一把刀来缺销的 打个比方 我们车的大小跟我们 车出来的产品的大小跟我们实际想要的大小有误差的话 打个比方它现在是大了一个毫米 比我们要的尺寸大了一个毫米 那我们就补第一把刀的X X 输入一个X -1个毫米 OK -1个毫米 它就自动 自动 就测小一个毫米 如果是 小了一个毫米 我们想加大一个毫米 就刀补变成X1 一样的是刀补 X 第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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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输入个1 它会自动 自动就 增大一个毫米 长度也是一样的道理 车长车短一样都可以通过刀补来解决的